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養過寵物呢 在小時候還不清楚養寵物的辛苦時 如果跟爸媽要求著要養狗 這時爸媽通常會說 不行 除非你會定期餵牠食物 帶牠散步 幫牠洗澡之類的 講一長串之後 然後你也全部答應後 你的家長才會讓你養狗 然後真的養狗之後 全部都是爸媽在做 大家早安 我是賢君 既然我在前面提到了養狗這件事 那也就是說我這次要帶大家回顧的 這一部《多安夢劇場版》裡面 大雄是有養動物的 也是大雄少數養了一個正常的寵物的一集 如果回顧一下大雄在所有的劇場版中 養過的寵物的話 就會發現大雄沒養過什麼正常的寵物 牠在大雄的恐龍養了雙葉林木龍 在大雄的日本誕生養了飛馬義絲和龍 在大雄與風的使者養了颱風 在大雄與綠枝巨人傳養了一顆樹人 只有在大雄的貓狗時空傳也算是養了一隻狗 而這次要講的劇場版也是養了一隻狗 這次要帶大家回顧《多安夢》在1982年的電影 大雄的大魔鏡是《多安夢》的第三部電影版 同時最重要的是 它也是第一部片頭曲是 的電影版 然後片頭曲播完後理所當然的就要進入劇情了 呃...要...防雷嗎? 在這電影的一開始 胖虎他們正在討論地球以前充滿了謎團和神秘 但是到了現在基本上已經沒有什麼人類沒有去過的地方 一點神秘也沒有了 雖然我想他們不要說是國外 應該連日本這個國家的城市都沒有去過多少 但總是他們聽老師說 非洲有可能還有沒有人去過的魔鏡、秘境之類的地方 而現在剛好放出假了 所以他們要大雄用《多安夢》的道具幫他們找出魔鏡 然後大家一起去那個地方冒險 之後《多安夢》在大雄努力的說服下 使用了自己的人工衛星從非洲上空高度1萬公尺 把非洲的每個角落一張一張地拍下來 想藉此找到非洲的魔鏡 不過看這個照片 如果是草原就算了 但要是秘境在森林裡面應該是看不到吧 之後大雄被媽媽叫去買菜 在買菜的路上看到了一隻流浪狗 大雄看他很可憐 於是在買菜時順便買了 不知道是香腸還是熱狗的食物給他 不過他雖然很好心 但是他沒有拆掉包裝就直接把食物給了那條狗 狗看起來也是餓壞了 連帶著包裝就這麼吃了起來 而在大雄回到家門口時 這隻狗也跟著大雄一路走到了他家門口 但是大雄的媽媽不讓大雄養狗 所以他就沒有讓他進家門 不過沒想到大雄上樓後那隻狗還在他後面 而就在他們還沒想到要如何處理這條狗時 大雄的媽媽突然喊著大雄的名字走上樓來 於是他們兩個作書一邊把狗藏起來 一邊為了由狗跑進家來這件事跟媽媽道歉 這樣矛盾的事情 不過大雄媽上來只是為了找他不見的皮包 於是他們馬上出門去尋找媽媽的皮包 結果在他們正慌張的時候 流浪狗馬上從草叢中叼了皮包出來 而幫助媽媽找到皮包的功勞 也讓這隻流浪狗的地位成功上升到寵物狗 接著因為他一直低著頭 所以大雄幫他取名叫做低頭 而低頭是個早上起床會系列 而且不想出門散步 只想在家看相片的騎狗 有一天大雄他們出門晚了一天回家之後 發現低頭正在用他們的機器尋找著非洲的秘境 不知道為什麼只講到這裡的話感覺有點恐怖 而且他還發現一個在東非的石像 於是大雄他們拿了這張照片去詢問小山 恭喜你 這是小山第一次在電影版中出現 小山告訴他們這個石像是位在 剛果叢林中因為長年被影覆蓋的 所以連現代衛星也無法拍攝的 被NASA命名為黑比斯摩克雷斯特 意思是喜歡香菸的森林的地方 但因為多萊夢的衛星不會被映成影響 所以他們才能拍到這個石像 於是大雄他們隔天早上馬上開始冒險 不過由於直接抵達目的地太無聊了 所以他們先用任意門到距離100公尺的地方 然後再用步行的方式抵達目的地 剛開始冒險時大家都很開心 但之後經過大雄為了長年噴烤卷回家了一趟 鏡香為了上廁所回家了一趟 胖虎就表示從沒見過每次一要尿尿就要回家的探險隊 為此感到很生氣 卻沒想到鏡香回來後還跟他說他媽媽有事找他 於是胖虎也回家被揍了一頓 之後繼續冒險時大家想說如果有野獸就變相冒險了 多愛夢就給胖虎提上了會吸引野獸的皮膚 導致他先被爆襲擊 被多愛夢用淘汰狼飯糰拯救 被大蟒蟲纏住 被大神用縮小燈幫助 跟犀牛賽袍 被小富用修客槍援助 被星星誤認為同類 被鏡香用超人手套支援 遭遇這一連串的事之後 讓胖虎對探險失去了興趣 甚至在回到空地時說說探險結束了這種話 但是在他晚上睡覺時 巨神像出現在他眼前還給了他一張地鐵 於是胖虎隔天又表示自己受到了巨神像託夢 一定要完成這場探險 同時還要多愛夢把昨天用的道具都留在這裡 再重新開始冒險 而這次的冒險一開始大家就遇到了一條河 所以大家就搭上了 雖然沒明說 但應該是多愛夢的道具的傳感路 不過馬上就遇到了一群鱷魚 而且因為沒有道具 所以也拿他們沒折 甚至連任意們都被他們吃掉了 但幸運的他們被當地的堵住拯救了 後來他們在當地的村莊看到了仿造的巨神像 於是和他們的首領詢問了要如何找到巨神像 首領也告訴他們要怎樣才能找到巨神像 但在得知他們真的要去找巨神像 怕神的怒氣會降穩到這村落 就把他們趕走了 隔天他們就先到了首領提告的草原 據說這裡是獅子的國家 非常危險 大家雖然有遇到獅子 不過莫名出現了巨神像的立體投影 而且還幫助大家親切的把獅子趕跑了 即使大家又到了身不見底的懸崖 然後在嘗試著下去的方法時 失去了胖虎這位朋友 哦不 他還活著 於是看得很開心的哆啦A夢 這次才拿出有用的道具 正確的帶著大家走下懸崖 到了下面之後低頭突然拍起手來表示 門抵達這裡真是厲害 不愧是被我看上的人 我是保安湖第108世的王子 我因為某些原因到了日本 現在多虧你們 我又回來啦 而之前拯救你們的巨神像就是我操控的 然後他在一邊帶路的時候 一邊告訴大家他的國家是個狗國家 所有的狗都是狗 跟外面所有人都是人的世界不一樣 不過雖然能回家他很開心 但是國家裡還有壞人在等著他 而說完這句話時 他的船也剛好穿過了洞口 抵達了他的國家 大家再怎麼心不甘情不願 也只好跟著不知道什麼時候 已經穿上衣服的低頭 一起來拯救他的國家了 而具體有多不情願 我們可以看到 東低頭一直在跟他們講解 這個國家如何如何 以前怎樣怎樣 但現在這個國家 卻被他們壞大神的統治什麼的之後 大熊他們在一段沉默後做了這樣的反應 那現在要去哪裡啊 聽聽這慵懶又毫無生氣的遊戲 看看這呆之前毫無求生欲望的眼神 簡直就像是在向世人傳達 他對於莫名被捲入戰爭的無奈 不過再無奈也沒辦法 所以大家還是跟著他一起行動 順便在路上救了一隻小狗 然後大家在借這隻小狗和低頭的口中 了解了這個國家的現況 原來這個國家在5000年前發明出了 噴火的車子和在天空飛的船 不過當時賢明的王子 怕武器的過渡發明 會害他們的國家滅亡 所以就禁止了武器研究 而這一代的大臣 又開始研究以前的武器想征服世界 所以被低頭的爸爸責罵了 是的 我也覺得這個大臣有點意想天開了 畢竟基本上只要有點嘗試的人 都看得出來他們這武器真的拿到人類世界 不被打成廢鐵才怪 他們該可惜的是 5000年前真的不應該禁止研究武器 不然世界就是他們了 但可惜他們沒有上帝視角 所以他們把國王暗殺掉 把低頭關到棺材裡準備活埋 但不小心讓棺材掉到湖裡 所以低頭就這麼飄到了人類世界 之後大臣一群人又從監獄裡救出了低頭的親信 低頭的親信見到他們一群人之後感到非常開心 他說因為5000年前國王已經預言過 5000年後當國家面臨危險時 會有10個外國人來轉動巨神之心拯救這個國家 而現在已經來了5個人了 剩下來的5個人是誰 大家怎麼想也想不到會是誰 但因為已經沒什麼時間了 所以大家還是想先去看看巨神之心 於是決定晚上要潛入到巨神像裡面 不過在這之前 大家還要先面對沒有食物吃的酒精 這時都愛夢拿出了一個名叫 預先約定機的道具 只要你跟這個道具答應以後會做的事 你就能夠先得到結果 像是如果你答應他明天一定會吃飯 你就能在當下就填飽肚子 但是明天一定要多吃一頓飯 把答應的這頓吃回來 於是飽餐一頓的大家在休息一段時間後 未裝成一台運貨的馬車 想偷偷潛入到巨神像裡面 不過這個行為完全被敵人猜透了 大家在路上被一群士兵包圍 都輕信留下來為大家開路 大家繼續駕著馬車迅速前進 但是沒想到敵人出動了噴火車 把他們從車上全部擊落下來 甚至還讓飛天船從天空包圍他們 並且投下炸彈 使得大家只好逃到樹洞裡面躲起來 而雖然眼下看起來大家好像都面臨著危機 但是敵人及所有的武力 連他們一個人都沒傷到 可見他們的科技真的跟征服世界 沾不太到邊納 總之躲了一段時間後 大家還是補起了勇氣 走出樹洞 經過正在被轟炸的樹林 走向巨神像 然後大家就毫髮無傷地 走到了大城正埋伏著的巨神像前面 但面對著敵人的大軍 大家既沒有能獲勝的武器也沒有計測 除了被大家忘記的投影巨神像 總之大家只能用盡全力衝向戰力懸術的敵人 就在這個時候 突然有幾個人遠遠的飛了過來 而這幾個人就是他們自己 原來是因為競槍使用預先預約定機 答應他自己明天一定會回來拯救自己 於是這件事先被兌現 所以明天的他們就回來拯救他們自己了 接著大家就跟著未來的哆啦A夢 進入了巨神像裡面 外面的小兵則又帶著道具的他們負責 而進入巨神像的人 由於有人帶路 所以過程很順利 除了大雄在爬樓梯時稍微體力不支 追上來的敵人又剛好趕了上來 導致王子只好單挑敵方大敵 大雄拿著未來A夢給的道具大殺四方的曲面 之後大家成功推動巨神之心 讓巨神像動了起來 再加上低頭的項鍊給予的能量 於是就成功的打贏了敵人 但是勝利後卻沒有看到壞大臣 這時未來的夢才突然想起來 壞大臣會跑到王宮綁架公主這件事 喂不是吧 這不是很重要是嗎 怎麼可以忘記啊 而且看你的表情變化 你是真的忘得很徹底的耶 總之大家趕快趕往王宮 這時大臣正打算把公主抓走 低頭他們也剛好趕到 於是低頭馬上衝上去把他的頭髮砍掉 而如果仔細看的話 就會發現未來大家都站在旁邊看 所以其實他們可能不是忘記了 而是想感受一下 喔原來這種角度看是這種感覺啊 因為他們本來是在後面看 視野也不太好 所以換成旁邊看 這樣子想的話 就比剛剛多萊夢忘記的這件事更合理了 總之最後大家就和未來的自己 跟低頭他們道別 然後用未來黑夢給的任意們回到了日本 再接著繼續拯救過去的自己 故事就這樣結束了 好了看完這個故事後 相信很多觀眾有發現一件事 就是這個故事跟羊寵物其實沒什麼關係 這個故事基本上從一開始的尋找秘境 到後來開始冒險就是個很王道的故事 它的劇情是冒險 遇難 再出發 謎底揭曉 幫助 落難 團結 另類團結 大勝利 拯救 永遠輪回的結局 這樣非常王道的劇情展開 尤其是從一開始謎團重重 而且胖虎還和大家吵架鬧了點分裂 到後面大家團結在一起 這種力量漸漸聚集起來 甚至在未來的大家出現時 不但有種所有力量連結在一起的感覺 甚至連最後的謎團也一起消散了 會給人一種通體舒暢的感覺 而這部電影也有在2014年重製成新版的電影 新版的電影在劇情上的改變不大 比較大的差異大概就是低頭的名字變成扁扁 所以可以直接看新版的沒問題 不過只要有分成新版和舊版的電影 我都比較喜歡舊版的 所以我也比較推薦別人去看舊版的電影 不管在音樂還是畫面上看起來都比較有感覺 另外最近已經確定明年多來媽的電影為 大神的新恐龍 劇情應該是原創的 跟之前我講過的大神的恐龍 和新大神的恐龍應該沒什麼關係 導演和編劇跟大神的菁英島一樣 是金井一響和川村雲氣 所以讓我非常期待明年的電影 好啦 那這次影片就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可以幫我按個喜歡或訂閱 那我們有機會再見啦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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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這邊再為大家喜歡我們的療法 阿賞 我們會請到一個來一個 然後這塊錢 是讓我看得到 這個影片 然後這塊錢 我們會請到這個影片 感谢观看